大家好 其实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过3D基础 刚刚开始接触了一个新的软件 手部算是非常正常的 没有关系 我们先从控制你的手开始 怎么去控制模型 怎么去控制视角 怎么去切换这个视图 让我们的手先听话 这个呢是咱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和时间戳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打开Blender之后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触始界面 你可以点击这边的常规新建一个文件 或者呢 这边有一个最近打开的软文件 你可以打开你的旧文件 你也可以不用管这个点击旁边空白的地方 它就消失了 OK这个就是Blender主界面了 看起来东西很多密密麻麻的 对不对 你先不要慌 你就把自己当成个小白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小白嘛 你就不要怕 你就带着自己的本能来探索这个软件就好了 什么叫用本能探索呢 就是你从瞎点开始 比如说你看到这一边 这边明显是菜单 对不对 所有的软件 一个CLPS软件的那个菜单 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 像是一排标签 好像是不同的使用场景 你知道这些就行了 反正以后我会讲到 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默认的标签 就是Layout的这个标签 中间最大的这一块呢 就是你的工作区 然后左边这个呢 就是操作你模型和空间的一些工具 工作区呢 就是你带进场景的地方 然后右边这边呢 有个场景集合 写实你场景里面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有一个摄像机 有一个立方体 还有一盏灯 那下面这一排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手标放在这个分界线 它会显示一个双箭头 这个时候你可以往上一拉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时间轴 这个是明显以后做动画用的 好我们先把你拉回去 先不管 右边这一块呢 是属性栏 就是当你在用不同的工具的时候呢 这边会显示不同的参数设置 至于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怎么用呢 后面的案例都会cover到 其实在Blender 你随时新建一个文件 默认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界面 有三个东西 一个立方体 一盏灯 和一个摄像机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设置 但是我觉得Blender 这个设定是非常妙的 它其实就在提醒你 3D设计的基本是什么 其实无论你以后 做多么复杂的模型 多么宏大的场景 其实它们都是有 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 就是模型 灯光 和摄像机 就是咱们的学习 也要从基本开始 去慢慢的累积 你的能力和信心 基本的东西是简单的 也是愉悦的 也是你需要去 反复魔力的东西 好 现在我们拿起鼠标 开始正式学习 如何使用这个软件 好 我们先从如何控制 视图和视角开始 大家注意 我在这个界面的左下角 放了一个插件 可以显示我键盘 跟鼠标的操作 刚刚进入Blender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点击这些物体 它都没反应 对不对 好 两个基本操作 第一 按着鼠标中间 你可以观察 这个3D的空间 然后按着Shift 和鼠标中间 你就可以平移 这个3D空间 滚动鼠标中间的滑轮 你可以缩放这个空间 如果你没有鼠标中间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小手 它也可以达到 平移这个空间的这个目的 转换视角 你可以点击这个小轮盘 像这样摇一摇 跟那个鼠标中间 摇一摇的作用是一样的 刚说了滚动滚轮 是缩放视图 你可以把鼠标 点在这个放大镜上 它也是一个 缩放视图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小手 下面这个摄像机 什么意思呢 点一下它 它会进入一个摄像机视图 再点一下 它会退出 摄像机视图 就是摄像机看到的样子 也就是最后你渲染出来的样子 下面这个按钮呢 点一下 它会进入一个正胶的视图 再点一下 就回到这个透视视图 刚刚咱们讲的呢 都是视图跟视角的控制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 怎么控制这个模型 首先这个小圆点呢 它叫游标 它是定位用的 后面我们用的时候 我再去讲它怎么用 你先知道这个概念就行 这个按钮呢 它是一个移动工具 点击它会出现三个箭头 蓝色的是Z轴 绿色的是Y轴 红色的是X轴 大家可以自己偷偷看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移动工具下 点击这个方块 才会出现这三个轴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旋转工具 你点击它 它会出现一个旋转球 然后你可以按着这个球 然后就可以旋转了 它也有红绿蓝三个圆圈 代表着这个物体本身的 XYZ的三个旋转轴 然后下面这个呢 它是一个缩放 你看拖动绿色的 它是在Y轴方向缩放 然后呢 蓝色的是在Z轴 然后红色的是X轴 有东西会说 你这样点的点去 真的好吗 有什么快捷的方式吗 好 我们先回到这个选择工具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删除一个模式怎么做呢 你可以直接按着键盘的Delete OK Ctrl Z撤回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按着键盘的X 也是删除 你看出现一个选框 点一下 删除 它就删除掉了 那怎么新建物体呢 你可以Shift A 它会掉出一个菜单 直接电击网格 然后这边有很多默认的物体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锥体吧 它会默认出现在这个交叉点 也就游标所在的地方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猴头 这个猴头看起来有点丑 但是它是Blender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模型啊 好 我们点击移动工具 把它往上拉一点 拉这个蓝色的按钮在Z方向上啊 有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种点来点去的操作 其实是非常低效的 所以在Blender里面 我们操作模型 我们经常还是用的是快捷键 我们把鼠标回到这个选择工具啊 好 我们先选中这个后头 移动后头的快捷键是G 按下G之后呢 你的模型呢 就会跟着你的鼠标走 然后你可以把它移动到任何一个 你想要移动的位置 好 单击鼠标 它就固定下来了 好 你再按一下G呢 它又可以移动了 然后移动到这里 单击鼠标 它就停下来了 按住G进入移动状态的时候 你按着X 它会沿着X轴移动 按着Y 它会沿着Y移动 按着Z 它会沿着Z轴移动 OK 刚刚讲了按G进入移动状态 那么按什么进入缩放状态呢 按S 它会自动进入缩放状态 这个时候移动鼠标可以放大缩下 再单击一下呢 它就可以固定它的外形了 刚刚讲了按S 是进入缩放状态 退出缩放状态呢 也是鼠标右键 在缩放状态下呢 你按着XYZ 可以限制某一方向的缩放 比如说我刚才按了一个Y 它就只在Y方向上进行缩放 好 刚才讲了那个移动和缩放 那还有一个是旋转 旋转的快捷键是R 你按着R之后呢 它就会默认垂直于 你这个视图的这个方向进行旋转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转一转去试一下 那如果我想让它限定在某一个轴转转的话 那就跟刚才一样 就是你按着R进入一个旋转状态 再按一下X 然后它就会绕着这个X轴旋转 那按下Y呢 它就绕着Y轴旋转 Z呢是Z轴 然后右键呢 是退出这个旋转模式 OK我们先RX 把它旋转一个X轴 然后呢G把它拉到一边 然后我们在S把它放大一点 在Blender里面 你按着Alt加S呢 是撤销锁放 Alt加R呢 是撤销旋转 然后Alt加G呢 它就是恢复到原来的这个位置 就是它初始新键的时候这个位置 好 那么移动旋转 搜放的这个快捷键 讲完了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按钮 这个是啥呢 你点一下它 你会发现它就是 它就是三个放在一起的 但这个我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很容易 你把它打开之后 很容易拉错 OK我们回到选择模式AltR AltG AltS 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就是撤销刚才的变换 那么如何隐藏一个物体呢 你可以先选中这个物体 然后按照快捷键H 这个物体就被隐藏了 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栏 这个后头旁边这个小眼睛 它会自动被隐藏 你再点一下这个小眼睛 它也会被显示出来 快捷键呢 显示的快捷键是Alt加H 还有一个快捷键呢 叫Shift加H 它是把你没有选中的物体隐藏 点击Shift加H之后呢 除了你选中的后头 其他的物体全部被隐藏 你再点一下AltH 那这些摄像机啊 灯光啊 还有这个绝体全部都出来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场景栏的这个小眼睛 来判断你这物体没有被隐藏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 怎么复制一个物体 我们先选中我们要复制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后头 好我们快捷键是Shift加D 是移动并复制 你可以再Shift加D 再Shift加D 再Shift加D 可以复制好几个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在Blender里面 其实你的Shift加D 是移动并复制 大家注意看一下 比如说我先Shift加D 如果你右键撤销 你这个时候撤销的 只是它移动的部分 它其实已经被复制 我再把它拉出来 你看它其实有两个重复的后头 OK我们在Shift加D 多复制几个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选择工具 选择工具呢 就是在你左边的 这个工具栏的第一个 就是长这个样子 点击它之后呢 你可以框选 就是像这样 箭头一拉 就可以把你拉到了 这些物体全部被选中 我们打开Blender的时候 默认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框选工具 但框选工具有个缺点 就是它只能选择 没法移动 但是这个也是它的优点了 就是你防止你无操作嘛 你可以长按这个框选工具 它会跳下一个选框 然后你可以选择 第一个调整工具 调整工具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是单选一个物体 然后它是可以随意移动的 OK我们CtrlZ撤回啊 好我们长按这个调整工具 这边菜单里还有一个刷选工具 它是什么作用呢 它其实就是你 快捷键C啊 你可以像这样刷选 刷到哪里 就是选中哪里 这个是后面你在做一些建模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了一个选择工具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套索工具 就跟PS里面和其他很多软件一样 就是你套索嘛 就是你拉一个框 就是你自己可以控制 你选择到哪个范围 好选择工具就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讲如何切换视图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学会了如何用鼠标中间去转换这个视角 如何用shift加鼠标中间去平移这个视图 但是这个呢 其实很难帮我们去定位我们的模型的位置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切换到正视图 侧视图和顶视图 来帮我们很好的定位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后头移到这个最新的尖尖上 如果你平宫用手去移的话 很容易移歪的 就像我这样 你看它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 所以说你可以点击这个导航的这个X 它会切换到这个右视图 这样你去移会不会好很多 然后这个Z呢 它是一个顶视图 那点一下Y呢 它是一个后视图 就是在Y的那个方向 它给你叫过来看到的这个样子 OK 我来大概讲一下这个三维的空间怎么去看 有些同学可能还不太清楚 怎么去看这个三维空间 我们先把这个后头给扭过来 用这个头面对我们 就是默认面对我们的方向 那红色这个呢 就是X轴 然后绿色这个呢 就是Y轴 那-Y呢 就是这个后头面对的这个方向 上面是正Z 下面是-Z 那搞清了这张图呢 你就可以搞清这个轮盘的这个方向了 比如说X呢 就是从右边看出来的方向 然后-X呢 就是从左边看出来的左视图的方向 但是如果你的键盘呢 是有一个数字键盘 就是小键盘的话 那其实你是有一个更方便的 一个切换视图的方法的 好 我们点击数字键盘的1 可以切换到正视图 3呢 是右视图 数字键盘的7是顶视图 9呢是把你现在的视图给反过来 比如说你现在是顶视图 按下9 它就变成了底视图 如果你现在是1是正视图的话 按下9 那就是后视图 3是右视图 按下9呢 就是左视图 那那个2468什么意思 2468就是在上下左右的方向呢 它就微调 每按一次呢 它就转15度 比如说我按2一次 它就向下转15度 按那个4一次呢 就向左转15度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啊 那数字5呢 是切换正交视图 跟透视视图的一个快捷键 跟这边这个按钮是一样的哈 点一次它就切换一次 那数字0呢 是切换到这个摄像机视图 再按一次呢 就是退出摄像机视图 还有一个小数点 就是你点击这个后头 然后点一下小数点 它就退到你面前了 便于你观察 这个在你进行很多复杂场景的时候 经常会用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头落到这边 或者这边Shift D复制一个 落到这边 比如说我在想 想马上快速预览到某一个模型的时候 我可以选中它 然后点一下小数点 它就退到你面前了 就是这样一个用法 很多笔记本电脑 是没有这个数字键盘的 网上你可以找到 怎么在blender里面 把你上面这一排数字键 变成这个小键盘数字键 功能的这种方法 但是我是建议你 直接花十几块钱 在网上买一个 直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会很方便 你后面的操作 这种蓝牙小键盘 一搜一大把 你自己看着买就行了 没有小键盘的同学 还可以使用派目录 来达到你转化视图的目的 你可以点击那个波浪号 就是左上角这个波浪号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派目录 然后你可以点击 往上走的就是顶视图 往下走的就是底视图 然后左视图右视图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就是你按着这个波浪号 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派目录 然后你点击你想要用的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其实挺简单的 就我觉得也挺方便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按着Alt 用这个就是鼠标中键 去像这样转 也是可以达到这个上下左右 这种切换视图的这个目的 本节课内容其实不难 但是东西有一点杂 我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 放在最后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 这个就是咱们本节课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分成三大块 然后一些主要的快捷键 这边有些快捷键是我没有讲到的 讲漏掉了 没有关系 这些快捷键比如说全选 Aer这些东西 我们后面还是可以cover到的 我们下期课再见吧 Cut tips 我们下期课